NBA历史从来不缺乏弹跳狂人 但是真正能做到逆天的还是少数 2021年NBA选秀联合视讯 来自田纳西大学的吉恩约翰逊 以48英寸的垂直弹跳 打破了视讯历史记录 那么约翰逊这一成绩究竟有多夸张 闪电侠伟德的报寇赏心悦目 但是他的弹跳只有36英寸 而曾经绰号小飞侠的科比 弹跳高度只有38英寸 未能超过40 据统计NBA球员的平均垂直弹跳 是28英寸 这也是拉以伯德和卡尔玛龙的弹跳水平 虽然这看起来比48英寸少了近一半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依然渴望而不可及 今天我们就盘点NBA历史 弹跳能力最强的10名弹簧人 第十名 Zion Williamson 45英寸 胖虎西安算是近几年最受瞩目的新星 在高中展露头角之后 Zion便凭借傲人的身体天赋 征服了全美 尤其是弹跳方面 轻轻一跳就能完成超框追帽 可谓是降维打击 2018年 Zion在为杜克大学效力期间 曾在队内进行过弹跳测试 一举打破杜克大学摸高记录 据老K教练透露 Zion在大一入学时记录的最高弹跳记录 达到45英寸 并且是在体重高达280磅的情况下达成的 凭借出色的弹跳和爆发力 Zion也可以完成罚球线扣篮 正因为拥有如此恐怖的天赋 他的状元位置基本无可撼动 所以也根本不需要去参加什么联合视讯 土豆韦伯身高只有1米68 在普通人群中都属于偏矮的存在 就更不要说在常人林立的NBA了 所以真正打起比赛来 韦伯从视觉上给人带来的震撼效果 远比很多超级数据来的更爆炸 他短小精悍的身材 配合反重力的弹跳 真的让牛顿看到都要流泪 至于他到底能跳多高 其实早在80年代的NBA并没有精准的体测 据传言是46英寸 甚至更高 有一张照片 他曾在东京飞跃一个身高约1米5的女孩 从照片上看 他的头顶几乎于篮筐齐平 那么他的弹跳高度 则达到了传说中的1米3 还真不是毫无根据 第八名 Derek Jones Jr. 46英寸 2022年3月 小德雷克琼斯在和熊鹿的一场比赛中 面对字母格补防 腾空而起 完成单臂格扣 成功预定当日五加球 对于这几格扣 小琼斯赛后表示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和我比弹跳 当然 小琼斯绝非在吹牛 他也曾录制视频 上演46英寸超人弹跳 小琼斯曾是2016年的落选秀 但是太阳见他身体天赋出色 便给了他一个进入NBA的机会 19-20赛季 小琼斯加盟热火 并在全明星扣篮大赛上 和戈登一起杀入决赛 最后一口 小琼斯凭借罚球线起跳 加上伟德的助攻 以一分优势 击败戈登 拿下扣篮王 第七名 Zack Levine 46英寸 2014年 拉文在选秀大会 被森林郎在第六顺位选中 在当节的联合视讯中 拉文的表现不佳 垂直弹跳只达到了41.5英寸 但是 他在之后为胡人的视讯中 记录达到了惊人的46英寸 出色的弹跳 加上轻盈的体态 拉文的扣篮 可以简单用一句话总结 你们会的我都会 而且我还是扣篮王 即便在当年的扣篮大赛上 面对来势汹汹的戈登 拉文仍旧表现得游刃有余 甚至还有保留大赵 不信的话 可以看看他在赛前练习时的扣篮 罚球线 再加360度 就问一句 还有谁 第六名 James White 46英寸 詹姆斯·怀特 出生1982年 他在大学时期 就展现了风神级别的天赋 弹跳力惊人 并拥有终极扣篮王的美誉 随便一跳 就有俯视篮筐的视觉效果 具体而言 比他高10公分的魔兽霍华德 摸高成绩 居然不如他 霍华德曾在ESPN节目中测量过摸高 成绩是3米81 而怀特的最大摸高 可以达到惊人的3米94 距离篮板上演 只差了一厘米 当年怀特还在马刺效力时 曾录视频表演摸篮板上演 仅仅差了一个指尖的距离 当别人都是踩进罚球线内一步 也勉强算作罚球线扣篮时 怀特要离罚球线还有一脚距离 就开始起跳 当然实力也不允许他多踩那一步 因为这只是简单的罚球线扣篮而已 不用玩虚的 可惜的是 除了弹跳出众 怀特的实战对抗能力太弱 投篮也不稳定 所以很快就沦为了NBA的积累 加起来 也只不过打了67场比赛 2001年 勇士队在第五圣尾 将理查德森选中 值得一提的是 理查德森的当时的选秀测试中 表现不佳 垂直弹跳仅有39.5英寸 但是 就在两年之后 理查德森却在全明星周末 连续两年拿下扣篮大赛冠军 在经过重新测试后 他的最大弹跳 也更新为46.5英寸 除了令人过目难忘的360度大风车 理查德森的实战能力 也是出类拔萃 不仅外线投射稳定 还有一手一箭封头的绝杀能力 06-07赛季 勇士缔造黑八奇迹 理查德森 就是球队外线的主力军 第四名 Denis Smith Jr. 48英寸 2017年休赛期 小Denis史密斯 在为胡人的选修视讯中 跳出了48英寸的垂直弹跳 凭了NBA视讯历史记录 在高中时期 史密斯就明满全美 但是在高三时 他却遭遇了韧带撕裂 神奇的是 医生在开刀时 意外发现 他居然有五条韧带 比正常人多了一条 因此 医生把一根他健康的韧带 移植到了断裂处 很多顶尖运动员在跟腱断裂后 运动能力都会大幅下降 但是史密斯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据说他在术后两周 就可以灌篮了 回到赛场后 他反而更加强大 创下了48英寸的弹跳记录 第三名 Keon Johnson 48英寸 2021年选秀联合视讯 来自田纳西大局的空位 吉恩约翰逊 以48英寸的垂直弹跳 打破了封城20年的 联合视讯垂直弹跳记录 约翰逊身高1米96 曾是2020届全美五星高中生 此前 约翰逊只打了一年的NCAA比赛 并上演过著名的兔子泵 在首轮第21顺位 余涵逊被尼克斯选中 随后被交易到了快船 虽然他很能跳 但外线技术粗糙 场均3.5分 投篮命中率也只有33.3% 2022年2月 他被交易至开拓者 在队中核心受伤确证的情况下 约翰逊也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会 场均得分也涨至9.6分 目前 约翰逊还只有19岁 未来是否能够兑现天赋 值得期待 第二名 Dariel Griffiths 48英寸 在斯托克诺和卡尔玛龙的组合之前 犹他爵士 堪称联盟中数一数二的于男 但那段时期 正是拥有48英寸超级弹跳的 达雷尔格里菲斯 在苦撑着这只西北区队伍的门面 格里菲斯身高1米93 绰号灌篮怪人 Dr. Duncan Stein 是80年代 唯一能和乔丹在垂直弹跳上 一较高下的男人 在由他双煞崛起后 格里菲斯因为日渐严重的伤病 逐渐淡出比赛 如今也很少有人会提起他的名字 尽管如此 米切在参加2018年扣篮大赛时 曾身穿格里菲斯的35号紫色球衣出场 并涌夺扣篮网 以此表达对前辈的致敬之情 第一名 Michael Jordan 48英寸 乔丹绰号空中飞人 并不是毫无根据 1984年 乔丹在为美国奥运会比赛期间 曾做过弹跳测试 据说达到48英寸 而当时在场的队友 也证实了这一数据 不仅如此 乔丹的滞空时间 据说达到0.92秒 几乎是人类弹跳 能够在空中停留的最长时间 大学时期 乔丹在一次封盖中 脑袋直接撞上了篮板 当场下去兵赋 1989年 乔丹曾在一次灌篮大赛中 连续三次上演罚球线扣篮 并且过程非常轻松卸议 乔丹一个汉地拔葱 送出一记残忍大帽 随随便便就能投超框封盖 真正的诠释了一句话 有一种极限 叫做乔丹的弹跳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说